对我来说 经营这个频道 真的是一个边教我自己的边学的体验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几个Festhole 那有其中一篇讲到了一种衣服 这个衣服 它不叫做Vest 它叫做Gilay 等一下就看到了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来吧 Let's get right to it 就第一个了 太好了 先读一次给你听 My children go to a school with quite an affluent catchment I bumped into a lot of dads wearing gilays 这题应该没发音 And every time I do I say I like your gilay Even though I think they look stupid I am concerned that someone's going to punch me one day But I can't stop doing it 结束 好 这讲到什么东西呢 他的孩子上学的地方 是一个蛮affluent 这个字啊 好多高中老师爱教我 那总之他的意思就是 有钱的 富裕的 所以他孩子上学的学区呢 是个有钱的学区 台北的大安区或之类的 So my children go to a school with quite an affluent catchment 这catchment是比较我不熟悉的说法 但你也知道fest hall就是英国那边的 所以他们那些用词都比较英式一点点的 他用catchment 那如果今天我们用北美的方式来说 我们通常就叫他school district 那district的意思就是行政区之类的概念 好所以他的小孩子上学的地方 是一个affluent catchment 那他就会巧遇很多的爸爸 穿着这些gilay i bump into 就 bump into这个片语 就是巧遇遇上 a lot of dads wearing gilay and every time I do I say I like your gilay 所以什么是gilay 讲了半天 来给你看一下 我们先读一下他的definition 他是一个 a light sleeveless padded jacket 中文竟然把它翻译成马甲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他是轻的 没袖子的 sleeveless 加一个padded是干什么 就是有加那个 加那种 不要讲安全垫子 就有加厚的 这样讲好了 这个字我另外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 是拳击手套 拳击手套前面多半会加一些这种padding 这样子 那就搭起来比较扎实一点点 OK 所以我们就叫这个东西padding 那像我们讲的那个衣服 有时候会有那个垫肩 有没有 那那个也叫做shoulder pad OK 所以pad这个字 就这样的概念 excuse me 所以这是一个 轻的 没袖子的 在家电的一些jacket 你脑袋中有画面了吗 我们给你看一下下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应该早就有看过人世间 对不对 所以这一种 我们中文还是可以叫它背心 可是背心有另外一个叫做vest 你大概也比较熟悉一点点 但是这个东西它叫做gelet 而不是vest OK 因为它有padded 所以他们就不叫它vest 那或许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背心 它叫做cardigan 我就顺便再多讲一个 OK cardigan OK 这个能不能也叫背心呢 好像不行 这个大概离背心就差的有点远了 对不对 这种羊毛衣羊毛三海三小的cardigan 好 这台不叫背心 但因为它袖子有比较长 一般讲背心应该是没袖子的 反正我就脑袋中突然就浮起这个字就是了 所以也给你看一下好了 无所谓 OK 所以这一种东西叫做cardigan 好 anyway 回来我们刚刚这边来 我的档案到哪里去了 Here we go OK 所以他看到很多爸爸穿着gelet 然后每次他看到他就说 我喜欢你的gelet 可是其实心里面想的是 they look stupid 这样 他担心有一天会有人揍他一拳 一直讲这一句 但他没有办法 他就会一直做这件事情 好 anyway 这第一个故事 来吧 下一个 一样先念识给你听 I've discovered it goes a lot smoother to agree with my wife when she says she wants to buy something If I said no she digs her feet in and bites it out of spite If I say sure she will forget or talk herself out of it 句点结束 好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很有趣的地方在于 他分享了一下下 他怎么跟他的老婆相处 那这个相处的方式 我觉得是我们很多男性朋友们 可以借金的 所以他发现到 I've discovered 后面有个that 略掉了 it goes a lot smoother to agree with my wife 所以当老婆 后面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如果去同意她的话 那他的整个事情 就会滑顺很多 所以这个it是什么东西 这个it其实是后面的to agree with my wife 这个不定词 所以同意老婆会顺利很多 同意什么是 when那一件事情 so it goes a lot smoother smooth就是滑顺这样子 so to agree with my wife when she says 当她说说什么 当她说她想要买点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讲的好 啰嗦 简单说就是当老婆想买什么 你只要同意她就对了 一切就是滑顺了 so I've discovered it goes a lot smoother to agree with my wife when she says she wants to buy something 好 英文这样子说 那如果不同意 right if I said no 如果不同意的话 she digs her feet in and bites it out of spite 所以这里就两个很好学的东西 很值得学的 所以要是她跟老婆说 不准买 那老婆呢 就打定主意非买不可 简单说就是这样 所以什么叫dig her feet in 我认为这个是很有画面的一个片语 dig是挖脚 把那个脚踩进 硬往地里面踩 所以有就是立场越来越坚定的 对不对 这个可以有这个画面吧 right 所以这个片语 你都去查字典 它其实常常是不是feed 而是用heel这个字 heel就是你的脚跟 所以dig once heels in 所以它的片语 其实比较常见到的是 把你的脚跟往下埋 往下挖这样子 dig once heels in 那它的意思是 to refuse to change your plans or ideas especially when someone is trying to persuade you to do so 所以拒绝去改变你的计划 或者你的想法 特别是当有人试着来 说服你去改变的时候 你就他妈的偏偏不改变 这句叫做dig your heels in 还不错 这个片语 那另外一个 out of spite 就是出于怨恨 为了泄怒 为了泄愤 而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so if you do something out of spite 你就是故意不爽 然后硬着要去干这件事情 这样子 所以再回来看这里 再看一次 如果他拒绝他老婆买东西的话 she digs her feet in and bites it out of spite 懂了 那OK 坚持立场 然后总之买了让你生气 他也爽这样子 好 那但是如果他同意的话 反而他老婆就不见得买了 so if I say sure she will forget or talk herself out of it 所以他要不就忘了买 要不就是呢 会说服他自己 别买酸了啦 OK talk herself out of it 所以talk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 OK 就说服谁谁谁 不要去干嘛 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 今天你的小孩 很想要去 I don't know 六福村玩 但是你觉得大怒手很危险 这是什么偏见 但总之你真的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so you are trying to talk your child out of going to六福村 你看这样就套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把somebody 跟something 套进去就可以了 而这个something 当然可以是动名词 OK 好 所以假如你儿子很想买PS5 可是你觉得很贵 你觉得不如把那个钱 拿去投资在0050之类的 最好你小孩会做这种事 but still you can try that so you try to talk your son out of buying a PlayStation 5 这样也可以 OK 好 所以 今天讲这个短短的 我觉得希望 短短的可能比较好吸收一点点 好 所以总之我们今天就讲 这两个故事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背心 不叫做 我还是可以叫Vest 可是刚刚那一种有加厚电的 Pedded 我们就叫它Jillay 这样子 我的发音也是从网路上学的 因为我看它好像事实上并不是英文字 所以它的T是不发音的 如果有念错请你纠正我 拜托 好 anyway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